今天和大家讲说我们要怎么做一张像类似这样子狗狗可以超出这个手机元素的框架外 假设我们先取到了一张图它已经在框架里面了 我们要取得它的图跟背景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中段影像连结 把所有的元素给分解开来 那好我们现在要假设我们要试的框架我们是想要改成这样子 我们只要先把我们的照片再拖回来 那拖回来的时候先调整我们要的那种那个狗狗的大小的范围 先把它调整到你觉得OK的状态 那我们第二个这一只狗狗是原来这张相片我们去被取得的 去被的话Pro版你当然可以直接线上去被 那如果说是免费版的 我文章下方会有连结跟你讲说 用线上去被的方式去取得去被的照片 那我们现在已经先取得了去被的照片了 通常我们要把照片再加到框架的时候 它会很容易的被新的照片给取代掉 那我们当然可以一手按住Control 然后一手去移动这个狗狗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调整的时候会调整很久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先把这张原来的框架照片先锁定 保护锁定 那我们之后另外一只手不用按 之后再移动第二张相片的时候 它就不会被吸附进去了 那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两个相片比例不一样 因为刚刚那个已经被我拉大 那不一样比例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刷单第一张相片 然后就可以用这样子比较简影的方式去套说 原来第一张跟第二张的大小差多少 那会比较适当的取得说 不会两个的比例失真了 那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把它弄透明度弄回 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得到一张狗狗跑出框架外